今日的嘉賓是香港經濟學家劉家聰博士 KC好 你好 公開數據顯示 中共地方政府的債務是接近100萬億的 政府現在給雷息的錢都不夠 債務危機能勤是徹底崩潰的 博士怎麼看呢? 差不多100萬 因為之前傳的新聞說 整個樓市的數字 外面有人計算過幾十萬億 當然現在的債務不只是在樓的 如果你計算其他不是樓的債務 其實這條總數就過百萬億這個都不奇怪 一一路都大概知道是差不多的 這個數字是什麼銀碼呢? 你很難說就有多少億這樣說 這個問題首先就是 第一沒有人追他 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在外面那些西方體系 他的國債其實到期就要找數 找不到數就違約了 但是他現在的債務其實我猜很多都不是外面拿 外面不會拿很多大陸那些東西的 如果地方政府那些呢 他可能都是發給地方那些國民去拿而已 或者地方那些企業去拿而已 你如果在那裡住或者在那裡賺錢的那些企業 到期政府不還給你住 你都很難不發作的 就是你不夠膽去上門林友去追 那你不追他 那他又不用還住可以拖呢? 就是拼拼了 他這樣拼拼其實暫時來說又沒有什麼大問題 息口就不是特別高的 因為他一路發債在說兩三厘 那兩三厘都會理督你 但是跟你那個高厘數又差很遠 如果國債你看到那條Yield Curve 都是說兩三厘而已 那如果地方又是用回差不多 或者高一點點的息口水平法 那他最多他馬上還息給你 他本來就不會還住的 他都是逐期的 那如果你逐期的話 就是不用還本 他現在是唯一的壓力 就是還那些三厘左右的息 那他還那些三厘的息 如果連一些拖拖拉拉 那些那些 其實他就未必滾不過的 他不是個個地方政府都爆的 就是有些真的那個狀態很差的 那些可能捱煙一些 所以我猜 我猜有問題的 不過那個問題還不知道 很全面的那些 好 那專家普遍呢 就預計8月份和9月份的 地方債發行呢 就是明顯提縮了 那發行的規模 在2萬億元左右的 那業界呢 普遍預計8、9、10月份 就是地方債發行高峰期 那到時還超過100萬億了 是不是? 這個很嚴重的 博士怎麼看? 不用嚴重的 就是他剛才不是說了100萬億的嗎? 就是我們之前說了幾十萬 你當他100萬吧 那他100萬億呢 他條Yield Curve 就是剛才說了兩三厘左右的 那一看他的款呢 他就沒有錢還的 他沒有錢還的 沒有錢還的 沒有錢還的利息呢 他就把那個利息也發了債 以為他那條糞便是這樣的 就是你本來100萬億到期 就是102、3萬億了 如果你計算了利息的話 那他就把那兩三萬億 都再發債 再去吸錢 那你的問題就是 那個Market就沒有錢了 老實說如果買了他的債 是準備應該收利息的 那你明知他可能息都給不到 你當然不跟他買了 那你不跟他買呢 你在他的地頭賺錢 你在地頭住呢 那他就抓你認的嘛 那如果你說一個先都不買 我想很難 就是他也會夾那些企業 尤其是那些有錢那些 金融機構那些要夾他買的 那你只不過就是 有一些可能你有錢的 本身沒有跟他買開債的 那些都被他夾賣 那那些就是新資金 夾他去賣 那如果他夾得到的 那問題就不是很大 就是其實他都是 拿你的儲蓄去填他的數目 然後他給利息而已 就是這個你估計的最終都會這樣走的了 就是共產黨就是共你的產 就是既然他自己沒有辦法去應付那盆帳 那就是他發的債其實就是你的儲蓄而已 那你的儲蓄現在就給他 就是強行拿去買債 那他現在當然表面上堂而皇之 官面堂口那個說法就是他 我說不還給你 但是實際上呢 你給了他你都幾難拿得回啦 但是你不給他也不是辦法 就是你在他那裡 他放在他那個領域的存款 資金其實你說要拿走的 他都可以不讓你拿 那當他不讓你拿走的時候呢 那你基本上你拿不走的 那你沒有意思 那你迫著都可能要跟他買回來 就是他威逼你有個方法 他都會令你繼續把你的錢放回去他那裡的了 那這樣做就表面上沒事了 就是說你說要還的利息兩三萬億這樣 那他就用新發的債去掩蓋那條數 所以你估計他那個新增那個發財速度 都會保持著那個利息水平 但是當然現在他叫了減息啦 你看到整體來說很多存款都壓低了 那他新的那些債息其實都會壓低的 到時候他再要新發的債那個速度 那又可以降低一點了 可能一兩個巴仙就不止兩三巴仙了 那政府本金如果他還不還都不在庫的話 那還利息他又很著急 當本金到期的時候又要還本金啦 又要還利息啦 那困難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今後這些債券是會變成垃圾啦 是不是呀 博士? 你可以這樣說 不過他現在當然是不承認的 因為通常政府發的債是大陸發的 不是的都好 很多時候最終都沒有說會還給你 因為他政府就是透過發債去籌你的錢 那整個大陸 整個大陸 如果你政府那個層面算 你說他的債佔GDP是不是很高 現在又不是的 但是你如果看你怎麼算 你純計國債就是中央政府那部分是小 你加上地方那裏過百萬億呢 那他又不是小 那當然他現在比較取巧就不計這個 那你現在你說還不還本呢 很多政府我剛才說的就是 通常都傾向不還的 他不還的方法他又不是說不還 只不過就是 那個債到期的時候他就會再續期 續期的話 即是你的資金都是繼續鎖在這裏的 他就再發過去去蓋了它 理論上他又可以印銀子印給你的 都沒有說不可以的 即是他政府來的 他什麼都可以的 他如果到期你就算不是兩三萬億 你四五萬億好不好 那他四五萬億一樣可以印給你的 但是他又沒有這樣做 他就將他四五萬億 他都是再進一步發債去給你 因為那個問題就是 如果他那個利息兩三萬億他給了你 你就拿一塊錢 你也叫做拿多錢走的 那如果他不是印了銀子給你利息的話 他叫你續期 續期的時候就 不如你利息就放進去 當新的債 你連本帶來再買他的債 那其實你的錢就進了 即是那兩三萬億的利息都鎖在他那裏 那他都很棒 即是他這種方法其實是 不用給你利息 就將你本來應得的新的錢 你都放進去 那如果他真的在走那個全面共產的那條路的話 即是你估計到他是會向這個方向走 那一路就將你的資金 新有的利息都鎖在進去 那這個是 就是為什麼他要發生 就是多於說比利息利 那中共就變成這個法子 來供這個百姓的慘了 那說回這個斷工 那大陸就越來越多的人 住宅房是斷工的 發泡房上半年激增 達到20.2萬套 同比是超過12% 而二線的城市近增超是四成的 是博士怎麼看呢 他的樓價在那裏下跌 就一定會發生這些事情的 即是因為息口他就沒有上到 即是甚至稍微跌了一些 但是隨著樓價跌 有些人他做按揭的時候 就不是這個價 那你現在重新估價不到價的時候 即是資不抵債 資不抵債的話 銀行理論上就追的了 那他一追你還不到 那就破產了 然後就可以 即是所謂你說的發泡 即是銀主盤 就堆了出去 這個普遍外面都是這樣做的 問題就是 你所謂激增 20萬套 這個是不是多呢 很難說 如果你全國來計 在說 多少 十幾億人 現在說那些樓多到幾倍剩 其實他的樓應該都以億計 如果你以億計來說 一個半年你是二萬間房子出問題 老實說這個比例就不算很大 當然他說這個數字有多真 我不知道 你可能按摩底很多問題都不頂 但即是如果 如果以他總共的樓的數量 可能不是以億計 都以千萬計 那你說只是二十萬間房子出問題 我就不會說一條很大的數字 那你如果你說 那你如果你說 什麼是同比 就是YOY還是沒有什麼 我不知道 總之你升了12% 二線你就升四成 就是看你的基數有多高 如果你本身那個基數是低 你都可以是有一個 比較顯著的升幅 那問題是斷了工之後 都不是很大的問題 你斷了工之後 那個人沒有了一層樓 那你這層樓 你如果拿出去賣 賣不夠錢 這個才是問題 因為按照計 那個問題在哪個位置呢 就是借給他的那些銀行 可能如果你真的突然間 多了十幾百% 或者四成是斷了的話 那你那個債仔就不還錢 那對銀行來說就是一個難 如果銀行可以有辦法 將他這些東西 堆回到市場上 那你那個 那個立刻叫做套錢回來 不用寫到那個外懷帳上 那個狀態就會對銀行來說會好些 那但是通常你堆出去的市場上 就可能有比較大的折讓 反而是這個問題 銀行怎麼都會有一定的損失在那裡 那說回這個稅收 那中共地方的政府稅收下降 有十三個省份 非稅就收入大漲 那你說你什麼問題呢?博士 你如果經濟不好 當然正路收到的稅一定少的了 就是說正路收到的稅就是 一般人找到的錢就新捧稅 或者入職稅 企業找到的就利得稅 那還有消費稅 那還有消費稅 我猜應該有的了 其他那些東西還有什麼? 還有印花那類的 那一般股房子買賣那些 那些現在你沒有市場 市場那麼差 那當然也很少人買賣 那你那裡也收不到稅 所以如果經濟一失去的話 其實理論上政府 就是在帳目收回來的稅一定是少的 少很多的 那他如果收不到稅 他又要維持他那個政府的開支 那他就這麼操勵 有很多那些科捐集費 硬來亂收得通 就是近年都聽到很多這些新聞 那但是 但是又 效果未必很好的 因為通常你收不到 收不到稅 你第一句現在想起那些糞便 追回幾十年前 第二又可能是那些 是有罰不是有罰那些 那被你罰著那些其實都 都未必給到的 因為這個環境差 如果本身是有夠錢那些 除非你是明搶它 即是說明是立它 如果你不是公然的 政府就搶民間那些錢的話 搶企業那些錢的話 那你拿個明目出來 你拿些借口出來 都不是說太容易了 老實講 就是在一個 你經常都一口聲說 依法治國 依法治國 如果你依法 你很多企業 他本身都看過了法例的 他都知道究竟怎麼做事的 無端端可以給你 即是做到一個新的借口走去 走去那些水的空間都不會十分多 還有這樣的環境也是那一句 即是企業都不是很賺到錢的 其實真的可以給你罰到的錢都不會很多 所以用這種方法其實都不是很好的辦法 雖然那個收入大漲 但其實他都未必能掌握到這條數 始終一般正路的政府 它其實收回來的稅 應該就是佔一個 它所謂穩定收入的絕大的比例 其他的收入大漲的那些 其他的收入大漲的那些 即是科捐集費、罰款那些 或者非經常性的收入應該不會太多 所以如果你經常性 即是正路的那些上不了數 他想到那些糞便去 走去其他位置入手 其實他都不會找到很多回來的 我猜的 是 那說回股市 他最近的一項研究 在股市中虧損會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壓力 中國股民因為壓力太大 急診人數是增多的 博士怎麼看這個呢? 我不知道的 但是我覺得在大陸裡面 都很多年以來應該都不會太多人 對A股有興趣 A股也是太長時間的表現相當不濟 你想想上一次夾上去五千點的時候 即是次無次讓標上去的時候 已經說的是差不多10年前 2015年的時候 那你如果過去這麼多年以來 都一直低迷呆滯的時候 那些油未必會有興趣的 即是在大陸炒股票發達那個年代 那你07年有的東西 2015年有的東西 那其實都過了 這幾年來其實 反而在樓市那裡出了東西會多些 因為其實那個樓價 在一些真的好一點的城市 一二線那些 它真的有的升到早年 即是說兩三年前都還在高位 那原來那些油其實是 一直看著樓市是走的 股市是不走的 那些錢其實都會放在樓市那裡 如果不是就可能在另類資產 近幾年都多了很多玩那些加密幣那些 那些加密幣那樣 那你在一個股市那裡 其實除非你聽了消息 如果不是的 其實個別那些你說 就是移動那些 那你不是每個都有消息 那些純跟風的 純例人買你買 那其實博重機會不是很大 輸的多了 往往也是在這些市場 輸錢的多數是散戶 因為大錢都不會走進去的 大錢如果進去的話 大家看到的 成交應該是升的 但是通常我們這些散戶 就是久了忘記了 然後又不會死 再進回去 然後才輸 但是我猜的人數 應該都未必會很大比例的 所以你說如果真的股市 說輸了很有問題 接著要去看什麼急診 不知道什麼急診 那些可能都是借口 做一些古怪的事情 一般在大陸來說 你說精神有問題 要看心理醫生 甚至精神科 我猜不會太多這些人 那些人不會承認自己的精神病 要去看精神科 整個大陸 如果你在這樣壓迫環境之下 精神有問題的人 我想大陸的人在 如果你真的要看的話 個個都要看 他根本不可能有那麼多醫生看這些人 所以其實我想拿來講的 浪費氣的 就是根本的股市都不會太多人玩 不會太多人玩 應該不會很多人因為這樣而錯了